全球为了对抗COVID-19疫情而采取了严格的封城措施 以阻止病毒扩散 不过也因此导致动物保护区和旅游景点纷纷传出了财务危机 包括受到保护的黑猩猩以及观光客喜爱的象群 也受到了疫情冲击 面临可能断粮的危机 在西非狮子山共和国 受虐的黑猩猩们在首都自由城郊外的塔格马黑猩猩保护区找到了家 这个黑猩猩保护区透过收取游客门票 而得以收容收到不当对待的黑猩猩 园区中96头黑猩猩先前不是收到了主人虐待 就是因为父母被盗裂而成为了孤儿 但是在过去两个月以来 严格的封锁措施已经立即影响到了保护区的收入 我们必须要关闭门给客人 这就创造了我们严格的重新 不只黑猩猩在泰国清迈 旅游景点因为疫情而被迫关闭 导致数千头大象失业 只能随着他们的训向师翻山越岭返家 不过这群大象的集体返乡潮 也意味对当地的村庄带来了压力 疫情对动物带来的冲击 还包括导致各地动物园面临经费的压力 许多动物园在关闭下失去了收入 而必须设法筹措之金 以持续喂养人内的动物 保育人士警告 若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动物群 无法获得紧急援助 很可能将会面临新的饥饿与剥削危机 杨广编译张亚涵报道